等一下 我的纸怎么不见了 我的纸呢 no 后分啊 我觉得快写完了 他在找纸 我东西实在太多了 情绪 我得找一个颜色 那我要给你找一个不一样的颜色 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华而不实的人 我都卸完摆出来 他在那找颜色 还换颜色 我是不该追求啊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还得找个东西架我这个 好饿 喝完了 我赶紧吃点啥 嗯 怎么还不够 ok 好 来吧 冯老师 好 那我先来理论 好 各位观众 对方面有 大家好 今天呢 我的立场是 人应该追求情绪稳定 今天我的理论框架 是我今天会通过一个 why what how 来给大家论证 为什么人应该追求情绪稳定 就是人为什么要追求情绪稳定 情绪稳定有什么好处 情绪稳定好处太多了 于人于己都是好处 有非常多的这种医学的观点 情绪的观点 都说当然情绪更稳定的时候 其实对身体是更好的 有很多病其实是 就是生气或者人的情绪 对这种机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对于他人来说 当然一个情绪不稳定 然后一个经常被情绪控制大脑的人 跟他人相处的时候 也是就是更难的 所以说无论是于人于己 从why这个层面 我们都应该就是认为 追求情绪稳定 它是有好处的 那why完了呢 我们说what 就是说情绪稳定究竟是什么 所谓的情绪稳定 不是说当你出现了情绪的时候 你要去镇压它 你要是压抑它 那个不叫情绪稳定 那个叫情绪压抑 什么叫做情绪稳定 就代表说你比较少 会出现那种大 就是冲上了头 那种就是无论是 那种上头了 就是我给大家表演嘛 就是这个情绪不稳定就是这样的嘛 对吧 所以说就是那种特别容易上头 然后整个人被控制 非常情绪化的 说一些话 做一些事 让自己过一会儿情绪下来了之后 就会后悔的话和事情 这个就叫做情绪不稳定 那情绪稳定呢 就是情绪在我们的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 不处于一个爆发状 忽上忽下忽上忽下 这种爆发状 导致情绪不稳定 所以呢我们对情绪稳定是什么 就是在我们可控的范围之内 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 不是压抑哦 是控制 这两个词有非常大的这种区别 等一会儿啊 詹老师有可能会告诉你们压抑 不不不 压抑不叫情绪稳定 那个叫情绪压抑 OK 我们讲的是控制 不是压抑 OK 第三个 How 那么如何做到情绪稳定呢 情绪稳定是一个可以通过练习获得的东西吗 当然可以 人不是天生 有些人就情绪稳定 有一些人就情绪不稳定 其实从小到大 都有非常多的技巧 技术 知识 是可以席得的 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情绪更稳定的人 比如说 在幼儿时代 教我们去读 就是 教给我们 就是情绪的那些单词 那些词语是什么 这件事情本身就可以帮我们做到情绪稳定 你要知道 什么东西是开心 什么东西是生气 什么东西是沮丧 什么东西是失望 对吧 很多时候 小孩或者是很多成年人 他们都不具备词汇去描述自己的情绪 那这个时候 当情绪出现的时候 他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他就容易爆发 你比如说 很多时候 有些人说不出来话去踢东西 对吧 那个就是他们不知道 识别这是一种生气的情绪 那怎么控制自己这种生气的情绪 对吧 所以这是儿时 比如说给我们 我当时在耶鲁读管理学的时候 我们就一门课 他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单词表 那单词表上有几十个词 非常细微的去描述情绪 当你能够从那个单词表上挑出来自己的情绪是什么 这就已经是控制情绪的第一步了 这个时候就让你回归了就是一个理性 在情绪变成一个可控的范围 那第二个可以学习的技术是什么 是非暴力沟通 我可以说 我 我可以识别我现在生气了 我可以识别我为什么生气了 我可以通过一种非暴力的方式 非情绪化的方式去沟通一个情绪 我可以很稳定的跟一个人说 你做了什么什么 这个东西让我感到我受到了忽略 所以我非常生气 所以我希望你下次不要这么做了 对吧 这个东西也是可以习得的 所以现在 你们想想象一下这个社会上 特别是有一些老的男性 他们从小就没有学习 如何去就是识别以及控制自己的情绪 还以就是不能识别情绪 甚至为容 觉得是一种男子气概的表现 但实际上这是一个不好的东西 我们应该学习 就是识别情绪 控制情绪 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 愚人一己都是有好处的 谢谢大家 你要不要这么严肃啊 大半夜的 我来反驳 我来反驳 我来反驳一下 庞老师刚才说的这个 什么来着 what why what 好的框架 你看啊 你看仔细分析一下 庞老师一开始跟我们说什么 情绪稳定是一件好事 他说的所有的论点都是情绪稳定 这个状态本身是好的 但是我们今天辩论的应不应该的对象 是追求 比如说我问诈骗赚钱 应不应该 应不应该诈骗赚钱 庞老师的论证方法是 赚钱是一件好事 这就是他的why 但是这个这个里面问 真正问的应不应该 是诈骗这两个字 是用这种手段 是这个动词 是这种尝试 是这种努力 我们今天辩论的是 我不是说情绪稳定 是不是一件好事 我问的是人该不该去追求情绪稳定 人为什么要追求情绪稳定 说明他没有情绪稳定 他需要努力的克制自己的情绪 以达至情绪稳定的状态 这个状态是好的 我不否认 我否认的是你鼓励人 不时不刻的要提醒自己 去追求达至这种状态的 追求这个动作 好 你偷偷给我加了一个词 你待会再反驳我 我接着说 就是 其实我们从小到大 他从来就被要求要追求情绪稳定 那是因为情绪自由 才是人的天性 是人的天然状态 而我们被要求的 就是去追求情绪 要保持那个稳定的状态 庞老师说 稳定跟压抑不一样 可没错 不一样 你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切割不一样 但是为了达至情绪稳定的状态 而去追求 在很多时候 在实践中 在父母的要求 老师学校各种各样的要求中 要求一个人 时刻保持情绪稳定的状态 它的本质 就是在让人压抑自己 随时可能起伏不定的情绪 而我觉得 人不应该追求情绪稳定 人应该追求的是情绪自如 就是我能够感知 能够识别 能够掌握自己的情绪 而不是反过来 被情绪所裹挟 这才是释放天性 正常生活 不被任何的教条束缚 不被人要求 不断追求 克制自己的方法 情绪自如 比如说 我就不举例子了 我说太多了 我觉得够了 你来反驳吧 OK 首先呢 詹老师 他说的论点 几乎跟我一样 但是他给情绪稳定 换了一个词 叫做情绪自如 我等一会儿 在这个自由变的环节 我要问詹老师一些问题 请问一个人 上头 这件事 就是叫情绪自如吗 他还是叫情绪稳定吗 所以情绪自如和情绪稳定 还是不一样的 情绪稳定是代表 你在某一个范围之内懂 自如的意思只是你想怎样就怎样 所以可能还是有很大的波动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詹老师不能说一个人 能够识别自己的情绪 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 这个等同于情绪自如 不不不 这个对方便有 这个詹老师要的这些东西 恰恰是我方的情绪稳定 那第二个呢 詹老师犯了一个什么大的问题 他就说所谓 他说情绪稳定是好事 但你不应该追求 他说一旦你追求情绪稳定了 它本质上就是压抑 这个就叫锅脏水扣帽子 什么意思 比如说人成为一个小康的状态 比如说人有一个富裕的这种状态 我们说是好的 但阿詹说人富裕是好的 但是呢你不能追求富裕 因为你一旦追求了富裕 你的本质上就是坑蒙拐骗 不不不 他这个是追求的手段的问题 所谓君子爱才取之有道 所谓追求情绪稳定 这个所谓的追求情绪稳定 在詹老师的想象中 只有压抑这一条路 那我刚才给詹老师说了 詹老师还给我加了一个词 叫做无时无刻 如果你无时无刻追求情绪稳定 就相当于本质是压抑 这个呢是追求的手段 不对这是詹老师的问题 正确的追求情绪稳定 它是一种习得是一种学习 是人从小到大要学习的一种状态 我们人应该追求情绪稳定 就是当我们认识到了情绪稳定 这种状态的好处之后 我们要把情绪的教育 就是放在我们从小到大的 这种成长过程中 这个是追求的手段 我们自己不能认为分数是重要的 情绪不是重要的 不能说小孩去跟父母说 自己有什么样的情绪的时候 父母说我跟你们这么大的时候 吃都吃不饱 不要这么娇气 对吧 所以说追求我们要意识到 怎么样的追求情绪稳定 这是我们只有意识到了 情绪稳定的好处 如果认为人应该追求 我们才能把这些合理的教育 放到人从小到大的这个过程当中去 好到我啊 嗯 OK 我不是说任何的追求都是错的 我当然不是这么说 对吧 唐老师也用了一个人畜无害的例子 说追求过上富裕的生活 因为这是一个中性的概念 我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去追求 过上富裕的生活 但是我追求情绪稳定 应该类比的是什么 是让一个哀人去追求成为义人 因为人天生就是有情绪的起伏 情绪这个词本来就跟理性相对 他之所以我们要被强调 不停的去追求情绪稳定 就是因为不稳定是常态 是天性 而且我不跟你去 我们不去真说人正常的人 他的情绪该怎么样范围内波动 那本来就是你外加的条件 我只说这个词被应用在现实的世界当中 是什么样子 为什么小的时候 你想你大声的叫 想哭 想抗拒 老师让你闭嘴 父母让你不要哭 很多人让你沉默 就是这个社会的常态 是让一个人保持那个稳定的 不要打扰别人的 不要对别人造成干扰的状态 而不稳定是人的天性 这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们今天提倡的是一个人 能够充分的感受自己的情绪 和合理和表达自己的情绪 这没有问题 不是像庞老师一样 他已经说了 碰碰像这样起伏 你已经认定了 那样就是错的 就是不好的 但是这个社会真实的问题 是太多人 他们的情绪本来就被压抑了 他本来应该就是这样起伏的 但是他们被压抑到了一个更小的范围之内 就是我们这个 之前也跟大家推荐的 蛤蟆去看心理医生那个书 那个心理医生 那只欢 他问蛤蟆最直击人心的 那个问题是什么 他是问蛤蟆说 你又没有感觉 你又没有想过 你这个人为什么不生气 然后这个蛤蟆非常震惊 说对啊 我竟然是一个不大生气的人 然后他回想到 他的父母 是所谓仁慈的独裁者 从小就是他想用生气 或者用比较激烈的情绪去表达他的意见的时候 他都会被要求要稳定 以至于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愤怒的孩子 只能选择了那种稳定的表达方式 比如说拖延 比如说叛逆 比如说消极怠惰 甚至是就是跟父母不交流 他们被迫要求保持在情绪稳定的状态 用这种状态去表达各种各样的不满 这是这才是就是我们的现实 所以我说不要给情绪划定一个标准 说只能在10到20之间浮动 才是一个正常的人 没有那个正常的人 只要人能够感知自己的情绪 适当的表达 不被情绪裹挟 做到自如就可以了 丽娜说了 张老师说的感觉还是压抑 好没关系 进入PK状态 那批吧 我们的亲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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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我们这边人少 但是大家手速快一点 手速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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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老师 张老师他就是污名化情绪稳定 他就认为只有没有情绪 才叫情绪稳定 大家请你回忆一下 你生命中遇到的人 比如说大家经常形容 我是情绪稳定 情绪稳定代表我没有情绪吗 不是的 只是说 不是那种火山爆发式的 就叫情绪稳定 就是张老师说的那种情绪化 张老师是认为你的自由就代表 你的情绪自由代表 你可以做一个情绪化的人 不不不 对吧 我们说的情绪化不好 人应该非情绪化的去拥有 以及表达自己的情绪 那个叫做情绪稳定 来来来 庞老师犯了跟最开始一模一样的错误 你看他让我点评 他这个情绪稳定的人好还是不好 情绪稳定的人当然是好的 但是你让一个天然情绪 没有那么稳定的人非要去追求 你所说的稳定 你自己不是说了吗 人不应该这样碰碰碰上下起伏 不不不不 而应该在合理的范围内波动 我们说的我们这个人 不一定是一个已经情绪不稳定的一个大人 我们指的人是一个整体 是说我们人应该追求情绪稳定 是应该我们把情绪的教育 从小放到我们的教育当中去 不能只注重分数 不注重情绪 所以一个如果从小就学会了 如何用词语来描述自己的情绪的人 他是不可能像火山爆发一样的 他是从很小就会知道 用很非情绪化的方式去表达 我现在很生气 请你以后不要这样做了 所以这样的人就已经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了 所以追求情绪稳定 靠的是教育 靠的不是压力 压抑 从小就应该对人进行情绪教育 这一点我完全认同 可是我说的是从小的这个教育 这个教育的主题 你为什么要教育 你应该是情绪自如 情绪应该得到充分的教育 而不是压抑 这个是对的 但是教育的主题 你说 情绪自如和情绪稳定的差别是什么 你只是在通话 你只是在混淆概念 自如和稳定 情绪稳定是一个最终的结果 情绪自如是一个我们追求的方向 自如的意思是我掌握我的情绪 我想表达我的情绪 我认知我的情绪 而不是反过来被情绪裹挟 稳定是一个状态 是你想求的一个结果 如果我很自如的 对吧 如果我很情绪化 比如说我爆发了 我暴怒了 我踢桌子砸东西 在您看来这个叫自如吗 人有适当的表达激烈的情绪 我觉得没有问题 适当的表达 你又给你的自如 为什么还要适当呢 你不是也在给情绪受骗吗 你为我画一个什么样的情绪 才叫稳定 才是一个正常人的 好的恰当的人的 那个标准化 加一个词叫做适当 适当不就是情绪稳定吗 在适当范围内不就是稳定吗 我赢了 就差那么一点 147510和14828 在我这个房间 比你的人数少这么多求了下 我觉得简直是 2比1 我今天获得了总胜利 可以可以可以 是让你不给大家唱一首 那个你刚才说什么歌来着 赢了就给大家唱的 哎你不是准备好了 要给大家唱明月几时有吗 没有啊 不是我 是你是你 哎我这边1001又中 什么情况 我这边有抽奖 然后这个1001又中 那你让1001又中